中醫呢 中醫的這個美白 保濕這些方面 它是屬於循序漸進 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還是它也可以瞬間美白 不能瞬間美白 那一定有問題對不對 他就做實驗了 但是我們會建議要從體內調理 因為皮膚它只是一個身體狀況 反映在外的表現 然後它主要是中醫的廢氣的調理 所以我推薦大家一個叫做 喝了我們就淡斑 它的效果其實很好 而且香氣也還滿濃的 因為它就是沙參 然後極梗 黃旗 甘草跟白竹 這五味藥材各20克 然後加上200到250cc的水 煮滾後去渣 然後你就一整天這樣子回沖來喝 溫溫的喝 一整天 對 一整天這樣喝 所以這個就推薦給大家喝 香氣 我很難 這有說什麼體質不能喝 比如說可能 太寒了 太熱了 像這樣子的 是屬於比較平的 所以它比較不分 對 但是如果說你體質會比較偏寒 那你就加一片薑也OK的 對 它的香氣是不抵觸的 好味 好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美白 保濕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什麼抗老 除皺 緊緻 超重要 很重要對不對 對 因為這些 這個比剛剛那個更重要 好重要 好重要 因為它是感覺上是回春的那個感覺 逆齡 對 所以裡面的廣告訴求 像你講的逆齡 年輕十歲 V型臉 立即呈現 對不對 瞬間拉提 我們有很多這種訴求 一聽也是好厲害啊 像這一種你們會買單嗎 會 會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理性了 而且我就是不僅買給我自己 還可以買給我媽媽 之前有一個除皺的聖品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它就是長條型 然後有一個滴管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知名的醫學品牌 然後就開始擦點點點點點 它裡面我記得有那個虎斑草的成分 然後我就擦了之後就覺得好像 真的有差別 結果我後來就用了一陣子之後 但因為我真的太懶了 我想說我媽媽比較需要吧 於是我就把它給我媽媽用 我媽媽愛不釋手啊 媽媽現在看起來比你還年輕 那就是為什麼要用 我現在用的那個保養品 好 那殷琦咧 我覺得只要現在好好的 所以我就是譬如說 就讓我敷衍 緊緻的啊 我就持續的敷 然後日積月累的敷 只要不要讓它老的話 我Hold住現在就OK 這一兩年就是 有一個新的成分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保養品中間 加了油 這瓶我也差 加了油 然後它就會讓你的保養品 就是因為它有 它就萃取一些 譬如說白天它就是會有 那種柑橘的 白天晚上是不同的 分開的 因為白天是要醒敷嘛 然後晚上是讓你修復 所以我就覺得多一層 這種步驟很好 然後當然就是我還是蠻喜歡 醫美品牌的 因為它就是基本上還是感覺 就是比較天然鎮定 就是所以我就選 這瓶是新的 然後它也是 就是萃取比較單純的 可能是海藻圓液 然後我就追求保濕 因為通常我覺得 如果你會有皺紋 一定是因為你臉太乾 太乾才會產生 所以我就用這種 這樣加強 就是讓它的滋潤度夠 我覺得就可以Hold住 就是不要老化就好 就是維持現狀 對 不求回到過去 瑞涵回不去了 講得很輕鬆 但還是用了好多東西 對啊 但是用了一整個桌子 欸 那你說還是我們的小說 才算乳液而已 不追求但是用了好多 對 沒錯 所以有它還是要 像我呢 對一個關鍵字非常抵擋 就是 V型小臉 喜歡蛇精臉 我沒有要到蛇精臉 可是為什麼V型小臉拉提呢 因為是我以前小時候 比較燙膩 所以我有baby face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很燙膩很豐富 所以就是很燙膩 然後蓬蓬的很可愛 可是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就像蛋白流失之後 臉就垂了 好 變小臉 對 所以我希望我的肉 不要上去 所以我非常需要 V型臉的任何產品 好 然後我之前就會去 所以我有出門 要去試用才知道有沒有用 然後我就出去 不是 你試用怎麼有知道有沒有用 你只抹一次啊 沒有啊 我就想要抹在臉上 然後呢 就馬上就拉起來了 就是馬上啊 那就是有可能啦 真的 真的 就是有一些按摩的手法 你每天要按按按按按 我跟你講 我們當下年輕不懂事好不好 去那個櫃上 然後他說我跟你講 我們牌子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小臉 V型的拉提 好 然後他立刻幫我試用在我臉上 然後就摸摸摸摸 臉就歪了嗎 他臉歪了 我下歪了 太貴價錢 太貴下歪了 而且大概 你走出去臉又吹了 對 然後我就買 對 我就沒有 我就買了嘛 很貴嗎 呃 就 小貴 因為 因為通常這種拉提緊實 通常不平 對 對 然後我買回去之後啊 我就很勤勞 每天這樣擦擦擦 然後 每天看 每天看 我想說 好 最後一天會有效 最後一天會有效 然後一個月還是沒有效 所以我就會 後來就不會花這麼多錢 在拉提上面的產品 我就會靠自己的手 去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然後呢 我要講一個事情 就是我覺得百貨公司 不知道那邊空調的關係 還是他們香味的關係 你常去那邊很容易 就是會買到一些 你原本不會買的東西 這是空調的東西 這是下藥的這種 我們可能就是要去買 瘋狂道 瘋狂道的概念嗎 莫名其妙 你就是會帶一大袋的東西 真的假的 像我有一次我只是去買個口紅 我等一下就好 我就是要買個口紅 一千塊了不起 對 踏進去 然後我就說 而且我進去我完全沒有看其他 我說這個空 然後 我說看好它我就要走了 結果那小姐就看著我的臉 她說 欸 你最近 戲文好像有點多 她說法令文和眼下戲文 我說真的還假的 有嗎 她說真的有 然後我說 那怎麼辦 她說我跟妳講 我們家最近有出一個新產品 插上立刻年輕五歲 哎唷 聽到五歲 買了 買了 她帶來啦 妳就買了 妳就買了 她金黃色的包裝 看起來是不是很高貴 閃亮了 於是乎呢 我就買了 你知道我是說好買了 然後要結帳 我才說欸多少錢 然後她要說 對啊 這個要一萬 什麼東西 比妳剛剛說的那塊還貴 她一萬多塊 她單一罐就要一萬 妳連價錢都沒有五萬 我覺得 對啊 妳當場一聽到一萬 不會趕快退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誤會 我臉上沒有中 我眼睛當中 不好意思講啊 妳覺得那樣東西 真的還蠻好用 有OK 可是沒有到年輕五歲 她在意的是那五歲 對 我在意的是年輕 因為她 她告訴她會年輕五歲 但細文有變少嗎 好啦是有啦 可是我會覺得說 有點貴 其實之後我不會再去回購她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價錢的話 我其實可以買其他牌子很多罐 當然啊 對 可是請教一下蕭醫師 像這種抗老啊 緊緻除皺 到底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對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紅糖剛才所謂的V型臉 對她最大的吸引力 沒有人 不要說 梦子 已經變成小明星了 可是這次人 就算算了 而已 還要那個寶寶